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 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 嘿 大家好 抱歉 突然一下抗分又一下 一下沒力這樣子 歡迎回來齁 老頭剛睡醒就立即拍片了 所以說睡也很輕鬆 不知道各位今天禮拜日過得如何啊 有沒有去哪裡玩 昨天老頭跟萊斯去了這個 六福村 嘿 認識了好多新朋友好開心喔 好不好 好啦 這又不是整集的重點 在這個遊戲開始之前呢 我們這第十三集的遊戲開始之前呢 一樣 動動你們的手指 按下你們右下角的喜歡 就左下角個訂閱 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感謝各位長久以來的支持 好我們現在即將遊戲開始 我們呢接下來要先來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名字 來取個名字吧 現在呢各位這個觀眾們都會非常的至高奮勇 我要幫忙取名 現在都不需要我提了 太好了 看到我把這個看起來像大便的東西拖過來 就知道我要幫忙取名字了吧 是不是 經過了 幾百個留言的篩選之後 老頭決定 老頭決定了 就是 就是他 曾經是 現在是 以後也會是 我只是黑 不是大便 我看到很多人都叫我把他取什麼大便大便之類的 可是後來想想這樣太不有趣了 還有人說取臭臭你我覺得還蠻有梗的 可是呢老頭腦袋靈驚一動 就這樣子啦 我只是黑 不是大便 可以可以可以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他的名字可以為他的一生 做反駁 他一出生大家都覺得他是大便 但是他取了這個名字之後 至少會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覺得他是大便 非常好 對不對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不起啊 抱歉 回家了 今天就到這裡啊 沒有啦 那我們待會呢 也是要去抓外面的生物了 有一隻那個恐龍呢 我們一直要抓 但是都沒有抓 也是拖了太久了 好不好 那就是我們的迅猛龍 咱們的迅猛龍 在我們這個周遭 常常在我們的周遭 不斷的這個 放肆亂竄 就是怎麼講 無政府狀態你知道嗎 大肆掠奪 不僅曾經掠奪了我們的狼 我們的草原狼 然後還掠奪了我 還掠奪了我以前 的腫頭龍那些 個人們全都被他們害死 如今你們被報仇 好不好 然後有人說 問我說 老頭為什麼 你不用十字奴 去馴服動物 因為他們傷害實在太高了 要不要找一隻試看啊 射下去 1200 你要我怎麼抓 哈哈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 方舟方塊這個版本的這個 恐龍的傷害判定 是有部位的傷害判定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玩過魔物獵人 魔物獵人也是有部位傷害判定的 只是 方舟方塊的這個 生物判定傷害不會有損毀的動作 不會有 所以說呢 不會不會破壞啦 不會被破壞 但是會有傷害加成 所以說 這個方舟 玩到後面 你可能要 馴服這些恐龍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 我們一般的弓 那複合弓 不知道這個遊戲有沒有 應該是會有複合弓啦 但複合弓的傷害又是如何 我就不清楚了 會不會跟一般的這個弓 一樣的話 我覺得就是有待 有待考證 有待考證 好不好 讓我們飛蛙太多了 走吧 我們去找我們的 之前在我們這附近 不斷的囂張 終於可以帶 帶一隻回家 讓我們好好的就是 訓練一番 將來讓他成為壯大的 後盾 不再飽受其他 迅猛猛的傷害 是不是 我們找看看 平常不要的時候 一大堆 要的時候 真的出現了 而且還是六十等的 然後開始又開始 偷賣咖 偷賣咖 我們就看一下我們那個地洞 地洞有點遠 我還有草原狼 那隻我要了 我跟你講 先說那隻我預定了齁 那隻林北預定了 這麼遠的地方應該是不會怎樣吧 我要把他咬死了 然後頭還在那邊遠遠的看著那個肉塊 是有多飢渴 來 老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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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高度還不行 好 這樣絕對行 行 自己想辦法上去 可以不用顧慮到我沒關係 我自己會上來 來吧 這種抓法一定是非常的基本了 大家應該都是 學以之用了吧 只要是陸地上的生物 絕對行得通 哈囉 看到我了嗎 這種東西霸王龍也行 真的 只是要更大而已啊 你看他掉下去了 大哥 看看這裡 你們看過好吃的火鳳凰雞腿嗎 好了 那一定是我的了 阿阿阿阿阿阿 阿阿 好 沒射到 抱歉 轉個腳 不要掉下去 掉下去就好笑了 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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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唷 射頭50滴喔 滿湯滿湯 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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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滿弓20 我們好像在做實驗有沒有 射尾巴傷害多少阿 我有也是20 阿不要打頭就好掉 他暈倒暈倒了 非常好 暈倒了 好啦 我們接下來呢 就直接等阿 也差不多了啦 大概 阿 2010的時候 他就會起來了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愛給放上去了 你就自由了 阿 我們來看一下這迅猛龍 到底強不強 阿 應該是說到底 是能夠多強 阿 我們看一下 又要起來了 因為呢 我們之前常常收到迅猛龍的七零阿 我們這次終於可以騎在他的身上 阿 來稍微看一下他到底是多誇張 然後服中了 YES 我還可以在上面拿弓嗎 可以耶 哇 原來迅猛龍這麼好用阿 可以射嗎 可以耶 原來迅猛龍這麼的好用喔 我都不知道他的妙處耶 太可惜了 我們玩到第13集 才迅服迅猛龍 而且攻擊速度好快喔 他真的還蠻猛的耶 他的攻擊速度 哇 我有點後悔 太晚抓去猛龍了 機動性跟他的攻擊速度 都是優勢阿 但是血量的話 60等680 是少了點 像一般中型的恐龍 60等血量大概都落在於 都落在於1000出頭以上 這個相較之下就有點弱掉了 負重好像也小輸了一下 你看我現在跑得有點慢 因為太重的關係 我們先回去 把我們的這些鐵 放回去之後再試著跑看看 看有沒有比較快 我們都再試著跑看看 咬死你 有沒有升級 沒那麼快升級阿 要升級可以阿 殺掉一隻三角龍 馬上可以升級 那邊有一隻阿 不過我覺得 我們這邊會被打亂 還是算了 喂喂喂 卡條卡條 沒關係 那個迅猛龍現在在跟著我 我先放東西 你們等等 咱們把一下 這個很重的東西放一放 丟 唉 丟丟 魔杖一定要 哇可是學徒魔杖 居然15公斤 暫時不要吧 我不想用魔法 浪費 還有什麼 這個也很重耶 看一下可以放哪裡阿 可以放這裡 丟丟丟 怎麼重的東西先放一放 木頭5.4喔 果實8.1 果實有這麼重 再來是水晶 骨頭 骨頭可以先放 骨頭到時候可以磨成骨粉 骨粉可以拿來種東西 不錯的選擇 好啦 減輕重量啦 我們稍微踹一下 是不是 死 林北終於到你了 吼 有比較快嗎 還是因為又收到負重的局限 丟棄所有物品 好像差不多都是這樣的速度 咬下去猛龍 不是咬一下三角龍 我在攻殺 旁邊的生怪不會跑來咬我吧 嗚 嗚 我還可以打帶跑咧 打帶跑 我應該是不會死吧 哇 這個9等的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行耶 唉唷 差一點啦 欸 小壞捏 這樣我應該可以升級了 有了 秒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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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秒升兩等 一樣吃肉是可以回血的 非常好 我猜下一集應該有很多人說 老頭我想要幫迅猛龍取名字 沒關係 歡迎 歡迎 但是不見得會用你的就對了 知道嗎 OK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蓋一棟建築 欸不是 蓋一棟建築 是蓋一個製作台齁 這個製作台呢 老頭想要先把它學起來 我看一下在哪裡喔 就是這個 乾鍋 乾鍋它可以做非常多的藥水 我覺得對將來應該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老頭想要做治療藥水 因為我們回血的手段實在是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我說真的 我們回血的手段真的不多 所以說會導致 會導致我們只能吃那個止痛藥 那個止痛藥在哪裡啊 我們變成只能吃 欸止痛藥在哪邊 在這裡啊 止血劑啦 回太少啦 初級補血太少啦 我們這次呢 就來做一下我們的乾鍋 然後呢 乾鍋做完 就可以做我們的治療藥水 有了治療藥水 我們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喝 幹話 嘿嘿嘿 水磨精 木炭 鐵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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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炭水磨精 我們看一下 乾鍋 乾鍋料理 我覺得這是乾鍋 乾到二樓好啦 因為呢 每次這邊在燒的時候 這個煙直接穿上去 其實看得有點 你也知道的 不是很美觀 以後呢 我們這種燒的東西 我們盡量就放外面了 我們不要再放室內了 好 那放室內真的是 該怎麼講啊 放室內之後 裡面都是煙你 然後煙霧彌漫 而且到時候 二樓也不會拿來燒東西 這邊都只是暫時的 暫時先擺著好了 好不好 不然的話 煙串起來 二樓會不會影響 我不知道 可是 我們還沒蓋之前 看起來就是煙霧彌漫 看起來非常的不爽快 我乾鍋咧 欸 乾鍋 我是不是忘了把你帶出來啦 小鍋鍋 你這個小淘氣 我來了 小淘氣 來 讓我上來 讓我上來 來 放這裡 看他長什麼樣子 其實還蠻小一塊的 那我們直接蓋外面就好啦 欸對啊 放這裡就好啦 為什麼要蓋二樓 神經病 嘿嘿嘿 對不對 反正也沒有其他玩家會阻撓我們嘛 而且這裡可以直接做睡眠藥具欸 只差這裡不能做骨粉 跟 跟那個一些其他的東西而已 就只有睡眠藥劑在裡頭 藍人藥 狼人藥劑 喝下他變成狼人 喔呦 需要狼人之血 這個要去尻狼人 才可以拿到喔 然後這是什麼 水廢藥水 反正就是增加廢活量 力量藥水 可以增強你近戰傷害 讓你近戰更猛 持續十分鐘 這打BOSS的時候用 這個遊戲有BOSS 我先說 這個遊戲有BOSS 好 訓解 這就是讓你移動速度變快 減負重 這很簡單嘛 就是讓你變得更輕盈 要的材料 都看沒有 黃金葉 厚土金 什麼東西 風神草 增加製作物品的速度 好 資料藥水 我們要玻璃瓶 呵呵 我們沒有 玻璃瓶去哪裡做 活力藥水就是可以增加耐力啦 大致上就是這個樣子 那 我看一下玻璃 玻璃 玻璃瓶 玻璃瓶我有學 不是嗎 有阿 你趕快開玩笑 在熔爐裡面可以做 需要三個玻璃 需要三個玻璃 我要這樣怎麼測試阿 我沒有玻璃阿 有阿 有一個 這邊其實有啦 這邊剩下五個 不給你 不給你冰了 不給你冰了 是在熔爐做的嘛對不對 可以做幾個玻璃 三個做一個 我們剛剛拿著什麼 這是雪不是玻璃 我們沒有玻璃 哼阿 玻璃要去沙漠 好吧 我已經知道我下一集要幹嘛了 哥下一集呢 要去玻璃 不是要去玻璃 哥下一集呢 要去沙漠 多挖一點沙漠 燒玻璃 是嗎 玻璃是哪 玻璃 玻璃是怎麼做的 用燒的嘛對不對 沒錯 沙子 我們這邊沒有 下一集我們去沙漠 沙漠的話 好像在下面的樣子有點遠 沒關係 我們盡可能多帶一點沙漠回來 然後燒一燒之後 我們做一點藥水 順便抓一下牛龍 阿 沙漠地帶 牛龍最強 有人跟我講說 牛龍在沙漠地帶 所以出沒 我們下一集抓牛龍 然後 挖沙子 耶 然後去一個 神秘地帶 其實今天本來老頭就要去了啦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加上我要先籌備一下我們的回復藥劑 更新一下我們的裝備 我們才有可能去那種地方 但是呢 就是製造過程非常繁瑣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下一集再繼續進行 好不好 今天本來要去的 那個地方是我無意間發現的 很玄的一個東西 我就不說是在哪裡了 盡期期待下一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大致上都比較日常一點 沒有什麼探索之類的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反正 方舟方塊日常就是這個樣子 做你想做的事情 玩一點新鮮的事物 就這麼簡單 對了 在結束之前 有一位觀眾跟我講說 按錯了 有一位觀眾跟我講說 拉桃你拿電鑽 鑽嘟嘟鳥會很好笑喔 我鑽看看 就是你了 不要一臉這種雞巴一樣看著我 去吧 沒有啊 都一樣 0滴 0滴 把他 把他估到牆壁 把他估到牆角 疊烤啊 疊烤啊 啊 不行不能估牆角 他 哈哈哈哈 鑽破了 喔有了 欸 還是會死喔 欸0滴還是會死欸 這是怎麼回事啊 難怪嘟嘟鳥會絕種 都是我們害的 嘟嘟鳥對不起 好啦 差不多先到這裡了 只是稍個試驗一下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 或是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日常 再見啦 掰掰 阿根廷說掰掰 掰掰 來右下角按個訂閱